我們來看一下下面這個題目吧 這個題目呢 其實它就有一點點帶一些比較實質的內容去審查 就比較沒有那麼上位 那我可能還是把這題目整個都解完 所以你們大概就可以理解說 為什麼我會講說這些東西比較上位 可是實質在考試的時候不會這麼上位的原因就在這裡 看一下這題目說 最高行政法院92年的判自一206號的判決理由 我提到說 民法關於撫養之規定 揭示著撫養人間的權利義務 持與所得稅法規定之 因法定範圍內之撫養事實存在而給予租稅優惠者有見 一言之所得稅法未規定租稅優惠者 其撫養義務並不因此而存在 那兩者並無必然的關聯 其我國個人綜合所得稅財累經稅率最高僅40% 顧個人納稅後剩餘的實質還超過中國所得稅60% 注意維持生活 那看這個判決有沒有什麼問題 是從稅法還有民法跟憲法的關係來評論之啊 那你們看一下這條的規定這個題目呢 看起來很上位 它就要問你說從稅法規定 民法規定到憲法規定 來看一下這個東西有什麼問題 那當然我們在寫的題目的時候 這個題目 我還沒有講過怎麼寫稅法的題目 其實稅法的題目其實有點類似寫工法的題目 就是我們會丟一個大前提存在 如果說他今天其實這樣這個題目很大的時候 我們一樣就是跟工法的題目一樣 就是丟大前提 那什麼是大前提 在這題他很明確的 他就已經跟你講了什麼是稅法 民法跟憲法的關係嘛 所以第一個就是先丟稅法 民法跟憲法的關係 就是剛剛幫大家整理的那三個學說嘛 就是大致上提一下 民法優先說 稅法獨立說 一直到最後價值權恨說 這是一個大前提的存在 接下來我們再實際去看這個實質的內容是什麼 那這題呢 我直接解 那大家如果聽不懂沒關係 就是很多小的東西聽不懂沒關係 我們之後會回來再解這個題目 第一個我們先看到說 民法關於撫養的規定 它是一個權利義務 民法關於撫養的規定是不是權利義務 是 我們認為它是一個權利義務 因為你只要 民法裡面有民族規定嘛 哪一些人要付撫養義務 沒有付撫養義務的話 人民還有請求權的 就是可以請求負擔 法定撫養義務嘛 這是一個義務哦 可是 我們所得罪法關於撫養這部分 到底是不是一個足水優惠 其實 我們的大法官解釋認為是一個足水優惠 大法官解釋認為說 撫養的扣除額 是一個足水優惠 當然這個東西呢有問題 因為學說見者一致認為這不是足水優惠 可是那時候大法官解釋是這樣做啊 做這樣的解釋認為說是一個足水優惠 所以行政法院當然是依照大法官解釋去認定嘛 認定說這是一個足水優惠啊 那足水優惠是什麼 足水優惠就是一個 給你一個利益 你要符合這些要件 我就給你那個利益 那你不符合這些要件 我就不給你利益啊 那你符合要件 我就給你利益的時候呢 你有沒有付撫養義務 跟你有沒有符合這些要件 這兩個關係是什麼 民法上面的規定 跟說法上面的規定 有沒有一樣 這時候其實是因為民法上的規定 跟說法上的規定不一樣 在這條在這一號 這一個判決的事實背景的時候就是這樣 民法的規定就是符合民法那些要件的時候 你就要付撫養義務 可是說法還有自己另外一套規定喔 規定說什麼 你要在同居一家 然後你要在同一個戶籍 然後呢 你的父母 像大法官解釋那個案子就是說 它是一個隔代教養的狀況 你的父母 沒有辦法撫養這個小孩 父母可能不知道跑去哪了 或是被關了等等的狀況 是 主父母在養這個孫子 這時候主父母能不能申報 撫養孫子的錢稅額 大法官解釋認為不行 因為它是一個租稅優惠 大法官解釋認為這是租稅優惠啊 所以這是法律規定的算 可是實質上它有沒有撫養義務 有啊它有撫養義務啊 因為按照民法的規定就是你父母沒辦法撫養你的時候 就是你父母要不要來撫養你啊 這一樣的狀況就是你有辭職去撫養的時候 你有沒有付撫養義務 有 你付了撫養義務了 可是 稅法有另外一個規定 你一定要住在同一個家裡面啊 或是你要同一個戶籍裡面 你才可以去申報撫養情書免稅了 那因為他認為它是一個責罪 這變成是民法上的規定 跟稅法上的規定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那稅法為什麼要這樣規定 它有它的道理存在 可是這樣的稅法規定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因為民法的撫養義務 他有沒有辦法去避免掉 沒辦法去避免掉啊 他不付撫養義務就會被請求 然後會強制執行 這時候稅法的規定你應該要提上來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回到更上位來看 你有付撫養義務 我覺得應該要讓你申報 非常清楚的免稅額嘛 所以免稅額它就不是一個租稅優惠啊 它是一個生存權的保障 所以為什麼題目會這樣寫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是民法很明確規定的撫養義務 你沒有辦法去迴避的空間 你沒有辦法迴避的時候 你是不是有負擔這個義務的費用出去 有 你既然負擔這個義務的費用出去之後 你就實質的已經失去了這一塊的 所得的實質的支配能力了 嗯 好這樣很空 我來舉個例子 今天甲 他有父母 雙親兩個人 然後乙呢 他是一個人 他父母可能都不在了 然後他還沒有結婚 他一個人 甲年所得一百萬 你年所得一百萬 甲要不要服養他父母 依照民法規定要 所以他除了要養自己之外 要不要養他父母 要 那我們民法 我們說法有一個很重要的規定就是 你要能夠養活自己 剩下來你賺的錢 才是真正的所得 因為每一個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都有一定的支出存在 所以說我們可以除了扣他的 假設我基本扣除了二十萬 薪資所得扣除了十萬 然後再扣兩個父母 假設二十五萬 法律的規定是五萬 所以他實際的禁所得 五十五萬 假設只有這些要扣 他就五十五萬去算 乙呢 二十萬 十萬 七十萬 這時候 應該要這樣去算才會 是真正的符合民法的規定 以下稅法應該要有的規定 可是今天他們沒有住在一起 然後沒有同居一家 你就會認為說 不行啦 你不能扣這個 你只能算七十萬 這對假意的兩個人 到底是不是合理 對假意的是不是合理的 不合理 你會認為說 因為稅法就是這樣規定啊 但所以就是不合理 所以 學者見解是認為說 你還是要回歸 對民法上的規定去看 他到底有沒有實質 去負擔這個撫養的義務 那如果你有實質 去負擔這個撫養的義務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讓他可以扣除 這個撫養的扣除而已 那這是這一題的一個解釋 那另外這邊還有一個小問題 必須要去打的 就是他有沒有提到說 我國個人中的所得稅 最高稅率值百分之四十啊 那每一個人 納稅人扣除之後還有百分之六十啊 足以為差的生活 這跟稅率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啊 你實質的負擔跟你的稅率 是沒有關係的 你應該是扣掉你的生活基本費用 剩下的才是所得 才去計算稅率 而不是扣掉了之後 扣掉一百萬去扣掉稅率之後 剩下的人你才說 我有辦法滿足我的生活 這個適用的順後順序反了 應該要先保障我的生存 才來課稅 而不是先課完稅 才來看能不能保障我的生存 就是這一個地方 為什麼後面這段 老師要特別提出來的一個順序 它的適用的先後順序反了 所以這題看起來好像很小 但其實就是看起來很空泛 但其實是抓那個重點 大概就是這樣 那這題就是相對比較空泛一點的